人群骤然安静下来 看着场中 少年不一蓝绿赤脚长发 由黑结实的肌肉 一块块鼓出破衣 他走到粗粗的木船前 左右打量私存着 魏央说道 小兄弟 你想搬 少年目光炯炯 咋 不算数 不 到北门可要二里地 吃过饭了吗 不吃饭也搬了 官家挣给钱 那大副就有救了 少年微耿业 向魏央深深地攻了下去 魏央眼睛一朝 扶住了少年 面向众人道 国府立信 红索无欺 列位随这位小兄弟到北门作证 看他领赏金一百 花音落点 少年一弯腰 粗长木船 已经轻轻轻轻轻松上肩 他吻神走出了木栅栏 栅栏外人群哗地闪开一条通道 魏央一行 紧随其后 这一下惊动了整个岳阳南市 人们丢下买卖 挤成了家道人墙 裹着扛木少年向城中拥静 街中行人也被惊动吸引 终于形成了沿街两道厚厚的人墙 中间只留下一条小道 人们随着少年的步子向前涌动 万人空巷 肃然无声 走到街中 大约一半路程 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妇人 端了一大碗米酒 拦住少年 碎娃呀 喝 喝了再搬 娃一片孝心就大富 官府不给钱 那可是没良心哪 少年高声说 多谢婆婆 我不喝 不歇 万一官家给钱 也心安哪 说话间 毫无喘息费力之相 引来世人一片赞叹 哎哟 这碎崽子天生牛厉 从军哪 一员虎将 哎 有孝心有志气 少见后生啊 走文 就到北门了 有人向少年高喊 提醒他不要功亏一篑 北门建楼摇摇在望 有人高喊 马上到城门 行了 航母少年高声说道 官家没说 门在门外 扛到北门外 官家没话说 满街一片赞叹呼喝 嘿 有志气 就看官府了 少年大步如飞 直到吊桥外平地上 才停下来 将木船 咚的栽到地上 抱船而立 紧张地看着卫央一行 人们全赶到了北门外 黑呀呀 望不到边 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都紧紧盯着一路徒步跟来的卫央 此刻 卫央那一身白衣在遍野黑色的情人中 分外显眼 卫央没有说话 看看少年走到疏力面前 揭开大盘上的红布 亲手双手捧起 郑重地拖到了少年面前 少年紧张地眨眨眼 轻轻地摇摇头 卫央坦率地看着少年 真诚地点点头 少年将木船交到了军事手里 迟疑地向前几步 在破旧的衣军上擦擦手 却不敢伸出 猛然 少年扑地败道 久久不能抬头 王室上前 扶起了少年 少年泪流满面地说 大人 我只要十斤 大父就有救了 卫央双眼湿润 郑重地说 小兄弟 不行 官府立信 说一百斤就一百斤 岂能食言自肥 他日国强民富 百斤之术何足倒栽 来 拿上 小兄弟有功 救爷爷 改房子 置地 少年恭敬地向卫央三寇 站起来双手接过大盘 捧到白发老人面前 老人气不成声 扑地向卫央拜倒 哎呀 左书长大人啊 让我孙儿 跟你从军吧 小民信你了 让他去报国 他父亲 我儿子 在少梁大战中死了 老人家 要从军 叫小兄弟到县府报名 立功有决 啊 立功 有决 老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这庶民 能有决位啊 哟 我儿子杀死了十个胃狗 啥也没有啊 老人家 那是旧法 秦国 马上要变法了 老人 嘶哑着嗓音 笑道 嘿嘿嘿嘿 这法 是得变了 变法 嘿嘿 我等贱民 也能光宗 妖祖 啊 是吗 老人家 正是这样 这一番对话 场中人众 听得清清楚楚 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 对这位白衣左树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 他说要变法能有假吗 人群高兴地欢呼了起来 说话算数 官府万岁 魏扬摆摆手 人们平静下来 他站上一块大石高声说道 父老兄弟们 从明日开始 秦国要实行变法了 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布的新法令 这些新法要大家勤于耕作 勇于征战 有功便赏 有罪便罚 官员士族犯法者 与庶民同罪 今日喜目立信 是要大家明白 官府说话算数 颁布的新法令 必须忠实执行 守法有功者赏 违法有罪者行 这就是强秦变法 只要秦国上下同心 官民同心 十年之内 秦国就会富裕起来 强大起来 全场一片欢呼 官府万岁 变法强秦 还有人高喊了一句 左树长万岁 众人如梦方醒 立即奋力高喊 左树长万岁 声浪如大海波涛般 连绵不绝 在众人兴奋的喊声中 魏央一行 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随着三月大集结束 左树长喜目立信的故事 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 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 扛了一根船子 从左树长手里啊 得到了一百斤 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树民 好奇心的吗 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南山的山屋 看老药农爷孙 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 后来 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 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工业石 一传十 十传百 官府的信誉 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树立了起来 再后来 人们只能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 听说 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 秦孝公没有轻松 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魏央虽然已经做了左树长 成为总社国政的大臣 但魏央如何行使权力 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 这是国军要框定的大事 木下 他的第一要务 就是要把魏央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 使之立即投入运转 去东大雪偏时 秦孝公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 决意仿效东方 使魏央成为开辅治国的丞相 对于秦国来说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长期的马上征战 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 早秦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 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数长 几乎便是全部最高权力机构 立国之后 虽然官署多了些 但与东方大国相比 依然简单化与笼统化 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一段 秦穆公时期 秦国的官制 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 权力结构的划分 依然很是简单笼统 秦孝公很想从魏央变法开始 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目下 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有一件事 增强左术长权力 使魏央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 而不是传统的左术长 既要扎实达到实际目的 也不想国人疑虑 经过反复揣摩 孝公决议采取 众实清明的方略 在名义上 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 在实际上 则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 治国方式 男士喜目立信的消息迅速传开 秦孝公比谁都高兴 魏央做事 总是别出心裁 一举打开局面 给国家树立信誉这样的大事 谁能想到用如此便捷的方式去完成 仔细一想却发现 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奇妙点子 老秦人十有八九不识字 唇厚余朴 若出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 一定是既读不懂又记不住 最多在世子立元中间流传罢了 由左树长这样的大臣出面 做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万千庶民眼见为实 众口传颂 谁不相信 当晚 秦孝公带着警监和车鹰 来到魏央的小院子 夜色沉沉 暖中带凉的春风中 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泥土气息 君臣三人都很高兴 秦孝公抬头望望天空 啊 老天爷信守洁气 谷雨将至了 话音落点 天上一阵隆隆雷声 漫天细雨沙沙而下 紧肩车鹰一起拍掌大笑 好啊 风调雨顺 好年景 秦孝公爽朗大笑 左树长喜目立信 老天爷古语立信 天人合一也 车鹰一指前方道 君上 左树长没睡 秦孝公一看 前方黑沉沉夜色中 唯有那座小院子里灯光闪烁 他感慨一叹 左树长离睡觉 还早着呢 走 客亲小院笼罩在茫茫雨雾里 清静无声 警舰上前轻轻敲门 愿美传来老仆人沙哑的声音 谁啊 警舰低声道 我 警舰长使 老仆人拉开木门 让进警舰 见国君在后 慌得忙不迭 攻身行礼 秦孝公摇摇手道 免了免了 左树长何在啊 一直在书房 晚餐还没用呢 秦孝公没有说话 静自大步向亮灯的书房走来 轻轻推开书房门 秦孝公愣住了 热大的书房里堆满竹简 码成一座一座比人还高的小山 小山上挂满了写字的布条 一张书案夹在书山中 是仅有的容身空地 卫阳手里 拿着一支长大的鹅毛铃 正在竹简小山中 转悠忙碌 对敲门开门浑然无觉 秦孝公默默注视一阵 轻声笑道 先生 该用晚餐了 卫阳恍然回头 见秦孝公站在门口 忙小心翼翼地 从竹简小山中绕了出来 拱手道 参见君上 秦孝公指着竹简小山道 这一座座书山 都是经典吗 经典已经收起来了 这是第一批新法令 草本 秦孝公一时惊讶莫然 这一定是卫阳一个冬天昼夜辛苦的结果 看着卫阳清渠泛黑的面孔和红红的眼珠 他一把拉起卫阳的手 走 先别饭 后说话 来到客厅 警监已经吩咐厨艺将重新热过的饭菜搬来 一桃罐羊肉 一小盘苦菜 一绝米酒 秦孝公笑道 你啊 先别饭 我等暂候片刻 又对警监车鹰二人笑着说 到先生书房看看 就和二人出了客厅 卫阳匆匆吃了几块羊肉和苦菜 将一大绝热腾腾的米酒 大口饮尽 用清水竖了口 吩咐老仆撤下饭具 起身要来书房 不想秦孝公三人 又回到了客厅 警监笑道 哎呀 不出君上所料 左树长迭范 忒快了 卫阳笑着说 快惯了 慢不下来 孝公笑着说 以后 尽给左树长扬骨头 看他 还快得起来不 此人大笑一番 卫阳拱手道 臣请君上 对第一批法令过目 孝公笑着摆摆手 哎 法令的事有你 不急 今日 专意左树长开辅一事 卫阳说 哎呀 开辅头绪太多 一时难以救绪 还是做事要紧 哎 老秦民宴 摩除不误旁地 开了辅 名正言顺 做事更快 还是先开辅 呃 左树长有何想法 尽管到来 卫阳沉吟道 哎呀 臣知本意 一年后 在意此事 哦 为何呀 呃 一则 急切间 难以找到 精干的蜀官 二则呢 国府正在 艰难时刻 新建府邸 不合时宜 三则 秦国朝野 是否接受 东方人 做开辅大臣 尚需时日 方得清楚 哈哈哈哈 天翻地覆 三则小事 何足道哉 小公说着 搬起手指 先说第一桩 啊 今日这两位 可算满意 魏阳惊讶 井间车鹰 做蜀官 啊 岂非 便处两位 新锐大臣 井间笑道 嘿嘿 左树长 何有世俗之见呢 啊 不接纳 我这个长使 车鹰 肃然拱手道 魏魏车鹰 参见 左树长 魏阳一时间 困惑 不说话了 啊 如果合适 左树长 就不要推妥了 他们呢 都想跟你 长点本事 哈哈哈哈 井间做 左树长长使 总领事务 车鹰 左卫魏 配备甲氏两千 护卫左树长府 兼领岳阳将军 如何呀 刹那间 魏阳新潮奔涌 莫然有请 拱手道 臣 谢过君上 哈哈 再说第二桩 呃 井间之意 昭贤馆 改做 左树长府邸 如何呀 井间接着说 啊 招贤馆 暂无他用 将来需要时 再见 魏阳当即表态 啊 有何不可 自然好极 嗯 既然如此 井间车鹰 筹备 一个月 左树长 开府理事 孝公 拍案了 遵命 井间车鹰 齐声应命 第三桩 朝野臣民之任何风浪 迎娶良 一身成当 一力周旋 左树长放手变法 你我各守一方 啊 变法强勤 生死相扶 左树长 莫忘这句话 魏阳双眼 又一次湿润了 变法强勤 生死相扶 君臣四人的笑声 惠静无边无际的绵绵春雨之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